使用了一次微评 我从我手机里面发现了 就是那个YouTube Facebook还有 打完电话就让我们去作评 比较敏感的话题应该知道的 我懂的 那些东西有看过吗 我没看过 十几二十个人 来 敲我的王门 强迫我 立刻的搬离这 哈喽大家好 我是巴族 最近鼎鼎有名周星驰御用的配音师啊 石斑鱼 他在北京出租的工作室 被强拆了 而且当地的村委会啊 还找人胁迫要求石斑鱼团队搬离 甚至把他工作室的门都给拆了 而当时房东啊 要求一次性支付四十年的租金 但如今只过去十年 还剩下三十年的租金对吧 房东只愿意退还十年 也就是有二十年的租金啊 白白给骗走了 装修费的补偿啊 违约金通通都没有给 而当地的村委会宣称什么呢 石斑鱼工作室的办公大楼 爱家珍品工属于违建 先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段影片哦 十几二十个人来敲我的房门 强迫我立刻的搬离这里 现在呢是大概半夜快十二点啊 大家看到后面的房子吗 这是我在北京呢 一个工作室 我已经在这边工作了差不多十年了 莫名其妙 不知道什么原因 我们都不认识了一个企业单位 就强制我要搬离这里 而且呢是有十几二十个人 来敲我的房门 都跟我撞看了哈 完了以后呢就强迫我 跟我的工作伙伴要立刻的搬离这里 二话不说澳门都拆了 各位您看过我的头发 我六十五了今年 那很可怜的 在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当年的装修费 这个拆迁费 搬家费什么什么费 通通都没有我们当年来的时候 我们付了四十年的租金呢 他用了十年之后 现在呢只愿意退我们十年的租金 大家呢有可能啊 会有一个疑惑就是好像一般租约是只能租二十年 对不对 可是我们当年来的时候呢 他的规定就是一定要付四十年的租金 那相关的条约啊 合同啊什么的内容啊 都很规范啊 所以我们就乖乖的就付四十年了 那结果现在呢 今天呢 居然跟我们说 哎这些都不算数了 愿意归还我们十年的租金 所以说呢 我今天在这里很无助的 请大家帮我想想 我该怎么办 还有我周边的这些邻居啊 两百多户邻居 大家该怎么办 好啦其实看这段影片的时候 还是会忍不住想笑 这绝对不是故意的 因为从小到大 都看他配音的周星驰影片长大 会觉得他讲这一段 虽然是件悲剧 但因为他都是配喜剧的嘛 听起来好像你在搞笑 石斑鱼的工作室 也发了声明表示什么呢 感谢大家的关注 目前朝阳区派出所民警已联系我了 并来了解详信情况 我是安全的 我们已经彻底搬离了爱家真品工 并有落脚地 视频是被下架的 不是我们删的 OK 首先石斑鱼 他是我们中华民国国籍的 拿的是我们台湾护照 他在中港台澳 影视圈也算是老前辈了对吧 就连他在中国都可以被这样对待了 请问我们普通的台湾人 还想跟中共谈什么条约 跟谈什么条件呢 签约对吧 白纸黑字没有错啊 但随时变成历史文件 随时变成新疆当年那个总理的下场 西藏的下场 变成中英联合生命的下场对吧 这就是非常搞笑的点 首先石斑鱼工作室所在的点 位于北京高碑店乡高碑店村 属于北京市朝阳区管辖内的地区办事处 就是城乡结合的一种 那换言之也是农村变成街道办的过渡名称 北京虽然是直辖市 但北京的郊区啊 很多都是什么城中村啊农村啊 好像有点跟直辖市 那个观念啊 那个落差有点搭不上对吧 所以他们现在弄这个过渡的名称 要把它变成什么街道办什么什么的 那这个爱家真品工的土地归属权啊 是高碑店村委会的 村干部的嘛 那农村地区土地归属权 是由村干部村委会决定 你才有权利去租 才能配给你 我不准你租还租不到 因为在中国是没有土地的所有权 你只能租 我想随时给你强拆 想随时按一条违建的罪在你身上 你就得走 我是孤独的苍蝇啊 村干部恶意发生我家宅机机 然后他们还把我爷爷给打抓了 不影响每一个中国人的爱国爱党情怀 所以爱家真品工 如果真的是属于违建 那也就等于是你中共村委会 村干部诈骗的建设公司 是谁核发土地开发权的 在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中国 是谁让他盖的 虽然当年准许开发商开发的是村委会村干部 但如今说他违建的 也是村委会村干部 还派了十几二十个黑衣人 去做这件事情 而这在中国真的是常态 只是今天发生在一个有头有脸的人身上而已 而一旦政府认定这是违建 就完全没有拆迁补偿 那也就是强拆 荒唐可见当地村委会就是想要把这个土地 转让给价值更高 或是给他更多钱的开发商 来开发这边土地 所以在中国很多地方都是这样子 强拆强拆强拆嘛 而这个强拆还要看当地领导的看法 当地领导如果他是个通勤打理之人 他还会给你一点拆迁费补偿 但不是每个人都拿得到拆迁费 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当什么所谓的拆二代拆三代 对吧 我们这两三年来 相信大家应该也看到很多 很多那个打江山部队武警公安 去强拆别人家 强拆完回来任务结束回来 回头过来 我家怎么也被别的公安部队强拆了 这种影片我们这两三年看到不少 而中共从最小规模的村委会 街道办事处 再到县市省中央级的政府 这些政策法律 都是反反复复朝令夕改 举个例子 2020年李克强说可以搞地摊经济 但肾上一直在抓罚款地摊经济的人 去年中共的政策已经提出来了 我要全面躺平开放 但结果还是社会面清零 还是动不动就疯疯疯疯疯疯 我就真的非常不能理解 为什么还有台湾人觉得 可以让我们自己放弃军备 或是国防路线 或是放缓 去跟中共坐下来谈 大家都是好朋友 好邻居一家人 坐下来谈 是一家人是好邻居 你现在国民党还在中国大陆 武器才是最好的谈判筹码 你有武力才能避战 这个武力不一定要碾压过它 像是2020年底 一样在北京的郊区 爆发了当地政府 强拆上千户的住家 而又是常规性的大冬天进行 那北京的冬天会下雪啊 17年清理低端人口计划 也是在大冬天进行的 这就是最可恶的点 而在2020年底 我们也做过中共强拆北京郊区 上千户所谓的小产权房 当时一堆小粉红就在洗地说什么呢 小产权房它本身就是违法违建的 但问题是当时中共地方政府 鼓励当地人去购买 还发了房产证 是由你政府背书的啊 十几年后你又跟人家说 不好意思啊 你们是违建啊 这是当地政府违法啊 那你让当地政府赔啊 当地民众全部被强拆 自认倒霉 啊我被政府骗的啦 神也是你 鬼也是你 中国这十几年来最流行的就是什么 什么P2P诈骗 对吧 这个也是啊 中共政府啊 站出来帮这些信托啊 帮什么资产啊 背书啊 你们可以买 绝对可以买 结果后来倒了一片政府说 你们自己投资失败 那共好P4啊 最近被抓的这个恒大也是啊 也是一个倒霉鬼啊 这也是中共政府当初站出来 帮你背书的啊 每个粉红看到的这些事情 都不会站出来帮忙发声维权 这才是伤害中华民主的感情吧 每个人都认为自己 不会成为贵州大巴 或是被挡在医院外的孕妇 我们还可以看到另外一个例子 像是这段影片 一位在新疆出身的汉主人 因为翻墙 被没收手机以及罚款 跑进中国律师的直播间询问 结果律师也是不敢把话讲清楚 也不敢把法条讲清楚 可见在中国 真正有良知的律师 心里是非常压抑的 陈秋实 709律师 还有那么多那么多的律师 张展拿去了 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条影片 实用了一次微频 完了之后 直接就被他们平台一下子给推送了 完了之后 他就抓过手 什么叫被平台推送 不知道 就警察就这么说的 然后从我手机里面发现了 就是那个YouTube Facebook 还有Twitter 还有个连微频的软件 还有连微频的软件 都被发现了 然后其实他发整个他都找到了 然后他就勾出其中 我和这个不合规的 然后下午他就给我打电话 打完电话就让我去做笔录 做完笔录 我讲说什么 这个手机已经被黑客输清了 完了之后我就把那个手机 手机直接隔续化掉了 结果走出去没到一公里 那警察给我打电话 说什么 要把手机收回去 完了之后我继续走回去 他就把手机直接给我收回去 不是 你干啥了 我啥都没干 上你都干啥了 YouTube上面看过那个老高的视频 然后Facebook不会用 我就没管的 但是没删 然后Twitter上面关注了 马斯克 还有NASA 老高的谁干嘛的 就是讲什么神话故事的那种 你是维族吗 不是 成汉族 有点诡异有没有发言 我没发言 你确定吗 我绝对不知道没发言 但他直接把手机给我收掉了 有没有看一些血腥暴力的东西 没有 我这个还是懂的 我直接啥都没有 我还关注过 我再问一下 就是比较敏感的话题 你应该知道的 我懂的 那些东西有看过吗 我没看过 他应该 他直接把我手机收掉了 完了之后 有给你做具体的行动处罚吗 没说 什么文书都没说是吧 他就做了个笔录 然后我就说 我就说领导这是撒们一个情况 他说第一次 他就是淡定一句跟我说 他说第一次 可能给你给个询解之类的 然后大爷有警察说 他说连接国外网站这种东西 好 我们可以看到 里面很多很多很多 人质的案例 比如说这个律师说 你是汉族人啊 你不是为主 那不应该啊 法律人人平等 结果你竟然讲出 你是汉族人那不应该啊 他说什么 你翻墙 有没有看一些血腥暴力 然后色情的 就算看了能怎么样 一个十妈岁的成年人 看了能怎么样 你们中共高官 多少个情妇 还有情妇村在加州呢 中国自己有好多恶乃村呢 一个官起码十几个情妇 都算少 这是公认的事实啊 你们不用在那边否认啊 而且他还说什么 你有没有发言过啊 你有没有讲一些不该讲的话 什么叫做不该讲的话 什么叫做敏感的话 你看 你有没有讲一些敏感的话 哦对我懂我懂我懂 哦我也懂 我知道你知道 你也知道我知道 但我们不能讲出来 这个敏感的东西是什么 大家都知道 这么可怕的一个国家台湾人 为什么还要跟他坐下来谈 还要跟他同意 好啦 今天影片到这就结束 喜欢记得订阅 我不希望记得 一定要把我封锁 记得加入会员来支持我们 让我们频道走得更长 帮更多人发声 我是吧 下期再见 拜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